也望去灰蒙蒙 整座101差点看不见 打开环保署监测网 西半部空瓶一片红通通 民众出门纷纷戴起口罩 忙忙的 天气不是在暴吗 暴今天天气不好 在今天清晨 台南与嘉义地区都有出现 局部农物的现象 也就是能见度不足200公尺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风速比较小 然后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 所造成的辐射冷却物的影响 气象局针对西部地区 发布农物特报 再加上东北季风减弱 大气扩散能力不佳 境内的悬浮为力汉物 凝结成雾霾 导致整个西半部地区 就像被罩了一层沙 而好天气到了周日傍晚 开始转变 大陆冷气团报道 带来的却是境外的空气污染物 它的浓度可能比以往 还要来的高一些 预估的浓度 大约会造成橘色 那局部地方可能到达红色 那主要还是北部会优先 比较早一个策略之下 而此的时间可能会到明天上午 那北部开始往中南部传送 团报署指出 这波境外污染物是今年 入冬以来浓度最高 台湾西半部空污严重 而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到 周一的中午过后 民众出门最好戴口罩 大家喜欢黄金田梁嘉明 台北报导